小黄瓜减肥降血压 日一,家一样还可清血管 小黄瓜鲜脆的口感,清爽的滋味,在各年龄层中都是相当受欢迎的食材 尤其天气热时吃既开胃又下饭,总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而除了满足味蕾,小黄瓜同时也是超强的降血压食材 日本专业医师推荐优质小黄瓜食谱,帮助促进血液循环,预防改善高血压问题,还能减肥 小黄瓜营养素,减肥,双重效果降血压 日本龚腾内科副院长,减肥专业医师龚腾孝文表示 小黄瓜不但吃起来口感爽脆,相当美味,还是一种对预防改善高血压很有效的健康食材 龚腾孝文强调,小黄瓜的三种营养素,以及其良好的减肥功效,都对降血压有好处,可以说是双重一效果 甲,具备利尿素作用,可促进体内多余的盐粉排出,可消除水肿,预防改善高血压 瓜藍酸,瓜藍酸,瓜藍酸是葫芦科植物中含有的一种氨基酸,可以在体内和氨作用,产生易氧化氮,NO,帮助扩张血管,促进血液流动,降低血管压力,达到预防改善高血压的效果 鼻芹,鼻芹是小黄瓜的香气成分,可帮助改善血液流动,使原本粘稠的血液可能变得顺畅,让血压可能因此降低 减肥,肥胖,肥胖也和血压息息相关,肥胖的人脂肪细胞会分泌血管收缩溯源,使血管收缩,引起高血压,如果能瘦下来,就可能减少脂肪细胞,降低血压 小黄瓜95%是水分,糖类只有1.9克,一条只有约14卡热量,再加上小黄瓜中的脂肪分解酵素零脂鎂,可以提高脂肪分解速度,帮助减肥 另外,小黄瓜丰富的膳食纤维,还能预防改善便秘 参参一条小黄瓜,帮助瘦身降血压 三餐各吃一条 眉口咀嚼20次以上 也可以在自身血压容易升高的时间点之前吃 公腾孝文表示,如果想要预防改善高血压,可以在三餐中加入小黄瓜,一天供吃三条即可 另外,每个人血压高的时间点不太一样,因此也可以在自身血压容易提升的时间点之前吃 食用小黄瓜时,每一口要咀嚼20次以上,可以刺激饱食中枢,避免吃太多 而且还可以促进肾上腺素分泌,活化棕色脂肪细胞,帮助燃烧内脏脂肪 而在吃法上,公腾孝文推荐做成洋葱小黄瓜,洋葱中的大蒜素,生姜中的姜辣素可以帮助血液流动更顺畅,醋也有降血压的功效 而调味料也可依稳,其原料大豆含有丰富精胺酸,可以促进脂肪分解酵素运作,和小黄瓜一起吃能增加燃脂的香橙效果 洋葱泥小黄瓜降血压,醋血液流动 食谱衣 材料 医治两人份 小黄瓜 小黄瓜两条 洋葱 洋葱八十克 洋葱 醋一大茶匙 洋葱 沙糖一大茶匙 洋葱 酱油一大茶匙 洋葱 芝麻油一小茶匙 洋葱 作法 小黄瓜 小黄瓜 切小块 洋葱磨泥 小黄葱 小黄葱 小黄瓜放入碗中,加入各种调味料,并在上面覆盖洋葱即可。 食谱 食谱二 食谱二 材料 一至两人份 小黄瓜两条 小黄瓜 水一二分之一杯 调味料 醋二分之一杯 砂糖三分之一大茶匙 砂糖三分之一小茶匙 做法 生姜切碎 小黄瓜切方便入口大小,用热水稍微烫过,再将水完全滤出。 用二分之一杯的水加入所有调味料,小火慢煮小黄瓜,水滚后立即关火并将小黄瓜放凉。 拌入生姜后净制约二小时即可享用。 拌入生姜 小黄瓜、醋、生姜的组合,简单制作,吃起来爽口不油腻,是相当适合高血压的健康食谱。